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同一个言语治疗师公会的五名人士 在2020年出版涉嫌煽动仇恨 以及纵容暴力的三本《羊村》系列而同拒本 拒本内容是将2019年 反修例事件的暴力和犯罪行为作出美化 并刻意丑化中央和特区政府 及后被警方国安署拘捕 以及控告串谋刊印 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 最终法院判处五人罪名成立 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国伟健享判 始终指出三本《羊村》本罪言开宗明 而提及2019年反修例事件 末页又附有时间线和背景资料 明显要将真实事件串联起来 三本《羊村》本罪大问题是每个故事结尾 作者会向儿童读者表明 上述故事是真实发生 读者是故事中的羊 狼就是要陷害他们的中央或者特区政府 引导儿童认为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所作所为 是有错以及不合法 法官直言 《羊村》本出版人明显拒绝 接受香港在回归后的宪法秩序 引导儿童读者憎恨特首、警方 以及对新移民产生不满 深化敌意同仇恨 令儿童相信唯一应对方法就是反抗 法官裁定三本《羊本》君属煽动刊物 各被告明知三本《羊本》属有煽动意图刊物 仍然刊印及发布 裁定全部五名被告罪成 法官强调 《羊本》的煽动意图并非单单原字文字 而是这些文字在儿童脑海中所产生的后果 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 并非完全无限制 《羊村》本案就被大众了解到 发布出版物企图煽动反国家 以及反政府的仇恨情绪 已经触及国家安全的底线 因此特区政府必须严厉执白